因立陶宛外交部邀請 20號到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 演講的前副總統陳建仁 在今天晚間七點多返回臺灣 可以看到陳建仁一路是牽著太太的手 在機場跟工作人員打招呼 由於防疫的關係 所以陳建仁沒有停留受訪 那麼這一次陳建仁主要是以貴賓的身份 前往立陶宛演講 並且以臺灣市民主的釋金石為題 向國際社會分享臺灣的民主經驗與成果